今天我想要跟大家来聊聊波音737 MAX 它真的是今年还蛮惨的 因为连续发生了两个空难 后来它当然就严重影响了波音的营收 最后也在圣诞节的前夕 公布第三季财报之后换掉了CEO 那这一整年波音其实真的不算太安静 而且它的股价其实从三月开始就还蛮惨的 所以我今天就想跟大家来聊一下 波音737 MAX这个事件究竟是怎么回事 基本上现在这世界上最主要的两个商用飞机的厂商 就是波音跟空八 波音基本上是美国的公司 那空八是欧洲的公司 那我先简单的跟大家讲几个飞机的大小 如果一般飞机你做到的是两层楼的飞机 那在空八里面大概就是A380 那是一个很新的飞机 非常非常的大 不是所有的机场都能降落 那阿联酋是买最多的 所以阿联酋是有最多A380的 那如果你是坐到波音的飞机 有两层楼的话 那大概是旧飞机 所以你如果是看到旧飞机的话 大概就是波音的747 那波音747基本上现在已经很少飞了 所以要坐到也不是那么容易 那你如果是坐到呢 里面是有三排座位的话 那三排座位的这种宽型的飞机 如果是在空中巴士的话 你比较常看到的会是A330 当然你也会有机会看到A340跟A350 不过比较少 基本上以A330为主 那如果是波音的话 大概是777系列的 又或者是它比较新的飞机 787系列的 不过787没有777这么大 它小一点点 那当然在美国呢 还有767 757 这个就比较少看到 好那我们来讲今天的重点 这个A737 如果你坐那班飞机呢 中间有一条走道 然后两边各三个座位的经济舱 如果是波音的话 就是737系列的飞机 那如果是空中巴士的话 就是A320系列的飞机 那当然有可能是A321啦 A321neo 那什么时候飞大飞机 什么时候飞小飞机呢 当然在航空公司的调度上面 就是有非常非常多的可能性 有两个比较大的原则 就是说比较长的 基本上会用比较大的飞机去飞 因为它能装的油比较多 续航力什么都比较好 那如果是比较近程的话呢 比较短程 那会用比较小的飞机去飞 那当然这也不一定 因为你除了考虑这个近程远程之外 太小的飞机当然你飞不远 你要能够飞远呢 第一个就是油一定要够多 那当然呢 现在大家也希望它越来越省油 那近程的飞机 有没有用大飞机的飞的呢 有哦 像东京到大阪那么短的距离 其实以前还飞过747 全部经济舱的747 所以说近距离 如果说乘客量非常多 你还是会有大飞机在飞 像台北到香港 还是有很多大飞机在飞 但是长距离 比较长距离的话 通常就不会那么大的飞机哦 那737系列跟320系列呢 其实都是非常重要的飞机 因为它比较小 像美国的国内线啊 比较少会去飞大飞机哦 那在欧洲也是哦 它情愿呢 密集一点哦 一个小时可能有多几班 但是它是比较小的飞机去飞 它也会避免用大飞机去飞 所以像波音737 跟空8的320系列呢 其实都算是短程飞机里面 非常非常重要的飞机 那波音737呢 跟空8的320呢 其实都是非常非常早 设计的飞机 A320系列哦 发明出来大概已经要20年哦 那737系列呢 其实也10 也飞了大概10年左右了哦 那这两个系列的飞机呢 都卖得非常好 那后来也都碰到 一样的问题 就是说 能不能够更省油哦 然后换上一些 比较好的引擎 所以在空8后来 就有所谓的 空8A320neo系列哦 就是它的引擎呢 能够提高它的燃油效率哦 那波音呢 它后来也追上 它也是想要去改良 它的737系列哦 就是737 MAX 那它的目标呢 也是能够提高它的引擎哦 然后能够有更好的燃油效率 那第一个下单的呢 就是美国的最大的 廉价航空公司哦 西南航空 那陆陆续续呢 波音呢也卖了737 MAX 到各个航空公司去哦 不过呢 才在2017年年底交机 2018年呢 开始陆陆续续 有很多航空公司飞之后呢 在2018年的年底哦 就发生了一个很大的空难哦 是狮子航空 610号班机的空难 那波音737 MAX呢 大概可以载到 将近200个人哦 189个人呢 在起飞之后呢 就马上在海域里面墜毁哦 一开始在讨论这件事情的时候呢 他们还讨论 是不是飞行员 没有处理好的问题 才会发生的哦 那不过陆陆续续呢 也出了一些比较小的事故发生哦 包括挪威航空的紧急迫降事件哦 那后来发生比较大的新闻呢 就是2019年的3月 伊索比亚航空的302号班机空难 那这班飞机呢 在起飞后6个小时就坠毁哦 全部都罹难哦 那一班飞机其实呢 只有交机4个月就发生事故 也就在连续几个月哦 就发生两个大型的空难之后呢 FAA一开始还没有发出警告说不能飞哦 不过呢 马上哦 再过了几天之后哦 从中国啦 欧盟啦 澳洲 新加坡 各个国家全部都宣布停飞 就是737 MAX的这班客机呢 在没有找出原因来 绝对不能再飞的情况之下 连美国呢 也宣布停飞哦 从那时候的停飞到现在 等于说所有的飞机 全部都停在陆地上 没有办法飞行载客 那大家都知道 飞机基本上 只要没有飞在天空上面 就是要花钱的 你飞在天空上面 你要嘛载货 要嘛载人 都会有收入 你停在陆地上不是没成本哦 你是要付给 停你的飞机的 那个陆地上的地方的成本哦 那更别说呢 737 MAX 其实还制造了非常多 要交机 到后来都没有交机的飞机 那我刚刚有提到说 因为A737 MAX 它最主要的竞争对手呢 是想要跟它的 同类型的客机 A320 NIO 去抢生意哦 那现在737 MAX 没有办法出飞机 那A320 NIO 当然就卖得更好了 波音的股票呢 在今年3月1号的时候 突破的最高峰 是大概440块美金哦 那在空难之后呢 第一季第二季的财报的影响 还没有那么大 不过第三季的财报 就非常非常惨 因为呢 本来从3月的时候 发生事故之后 波音一直觉得说 随时都有可能复飞 不过后来问题 越来越大的原因 是在于说呢 这些空难哦 如果不是驾驶员的问题 而是飞机本身的问题的话 那一定要把那些问题 全部都找出来哦 接下来就发生了 非常多的状况哦 包括呢 那个时候很急着要把这些引擎 装上去的时候哦 里面会有很多的瑕疵 软体工程师外包出去 回来呢 整合的也不是很好哦 里面有很多的bug哦 才会造成之前的 这些事故发生 那这个摇摇无奇 无法复飞哦 就导致了非常多的飞机 全部都停在工厂哦 本来波音737 MAX的生产进度呢 一个月是50架 所以它就慢慢的呢 把它降下来哦 不过现在呢 已经变成是无限情停飞哦 一直到2019年的12月16号 波音也宣布哦 从2020年1月开始 737 MAX的客机呢 就全部停产了 那这部分的停产呢 除了波音自己本身哦 它的员工呢 可能就去调去做 其他事情之外呢 大家还有一个 很重要要注意的 就是它的一些承包商啦 跟上游厂商 可能是没有办法 承受这么大的压力的哦 比方说里面部分 零件的厂商啦 他们可能也没有办法 这样子无薪价轮修 一直撑 撑到A737 MAX付飞为止 所以整个产业链哦 也发生了非常大的状况 现在就算A737 MAX 要重新开工 也没有办法马上开始哦 那当然 现在就有很多人在追究 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啦 那比较多的看法 基本上还是在说 波音它为了要去减轻成本 所以说呢 它有很多的外包啦 包括人工的费用啦 写程式的费用啦 甚至呢 检查都没有那么的仔细哦 导致最后为了追求利益呢 而造成整个飞机要停飞 那今年第三季的财报 当然就非常惨啦 那个交机的数量变少 跟去年比起来 真的是少非常非常多 那接下来也要看 波音怎么打算继续 它的生产哦 因为它现在A737 MAX的问题 没有办法解决 那也没有办法出其他的飞机 但是呢 现在还是有很多航空公司 有新购机的需求 他们就只好往空8 A320系列去走 所以就算已经确定 明年要停止生产A737 MAX 但是它还是得想办法 解决这些问题 好啦 以上就是今天的研究生Talk 跟大家聊的是A737 MAX 停飞的问题 你可以在Apple Podcast Spotify收听我的节目 也可以在YouTube收看 还有别忘了追踪研究生 脸书专页 我们下集节目见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